那么净盆工业它是高科技的厂办 那有很多的危险物品 那也有毒性化学物质 那么在消防的工作上 那么确实是比较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类型的 这个消防的场所 我们会全市做盘点 那对于净盆工业所造成的 空气污染 水污染 那环保局从事件发生到现在 都在进行各项的检测 我们今天把这个附近的 这个室所学校以及幼儿园 那么停课 那么也在进行这个 空气品质的监测工作 那同时环保局依照环保法令 勒令停工给予重罚